但是,你要不為人知 怎麼說不為人知? 剛我們讀的經驗,我說什麼? 左手所做的不容易 有不容易 以一個肢體來說當然不容易 我做在同一個肢體上 可是你在一個群體裡面,你可不可以做到 你只要不要刻意的招搖 在那邊敲落打鼓,我要做這件事 別人不一定會知道 樂善好施,但是要不為人知 甚至,有時候我們都會希望 你真的是一種樂善好施,是不為人知 你甚至會希望你坐在那個人身上的命令 不要講 剛剛我說的,光標這個人是怎樣? 他不但要大家知道 還要領受東會的人跟他取功,說謝謝 那樣的心態其實,在基督的信仰方面是完全會被 然後呢,講到禱告 我們今天是沒有讀到,就稍微提到 主耶穌所舉的例子就說 你在私底下,在內事與主親近的禱告 要遠遠多餘,刻意公開在人前的禱告 然後呢,你要盡你所能的 不要把自己在神面前的禱食搞得好像 非常苦臉的,然後糟告天下 你是多麼的盡情 為了就是得人的稱讚 愛個讚 現在的人最喜歡說,愛個讚 對我們的生命,我們需要在乎的是 神對我們按讚,我們是人對我們按讚 生命裡面,耶穌所提到的就是 假冒為善,真的是不可缺 在整個馬太福音,尤其到二十幾章的時候 耶穌曾經在那一章裡面,連續七次 講到法利善人,假冒為善 假冒為善,假的相反,真的對不對 真的相反是假 對基督主的信仰而言 我們要活出那個在我們裡面有 真實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如果沒有的話,如果我們不看重 我們與神的關係 我們一定是不斷呈現出來 是那種罪行裡面的假 為了我剛才提到的那個人本的東西 當然只想到自己的時候 一定是顧慮到自己的名義地位 一定是顧慮到別人怎麼看我 一定是顧慮到種種 與自己利益有關的 當你只想到自己利益的時候 你一定可能 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一定可能就會踩到別人的頭上 這就是我們人的有限 我們人的有限 所以主耶穌教導我們 我們要不要假冒為善 因為假冒為善不得賞賜 在我們今天所讀的示範經文裡面 我就是給他兩個大綱而已 第一個就是 講冒為善不得賞賜 第二個 所提到的就是 我說要提到的就是 誠實無為 必蒙月亮 所以我們先來看 講冒為善不得賞賜 論道施捨行善 我大概就是這兩天的事情 因為我們跟在大陸有一個 也是一些年輕人的群體 他們算是一個教會 那我在他們的群組裡面 才看到他們一直在對話的互動 那最近他們也是那邊也就是開始 他們其實不是每年都下雪的地方 可是最近因為天氣的 溫度的下降 他們也這兩天都下大雪 然後這些年輕人非常可愛 他們就是想到他們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在利用天氣很冷的時候 因為南面不論哪裡 都有所謂的街有油泥有浪漫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 因為下雪他們就想到這些人的需要 於是他們就開始號召 誰煮熱湯 誰去張羅一些的衣物被子等等 他們就約好了在某個定點 然後他們要帶這些東西去 去坐在這個油泥的身上 老實說 坐在這些油泥身上 這個的利益動機是很好的 然後他們也很熱心在想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後續有一個對話 照過出現三條線就是 突然有一個人就說 我認識一個電台的記者 他知道這個事情 他說要採訪我們 我本來我很期望他們接下來是說 不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就做我們基督徒的本分就好了 可是沒想到他們後續的對話 真的是讓我那個三條線越來越長 就是他們等著電視台來訪問 事後他們 老實說他們那件事情並沒有做得很成功 是因為真的雪太大 政府早就把油泥給接走了 所以他們說街上要找油泥 因為油泥怎麼可能還在街上 他們其實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在做得沒有很好的過程當中 還是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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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要很小心 因為馬太福音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我們基督徒是要做光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在那個 不是在斗底下 我們要給人 好像烤席會被人看見 就歸容要給主 可是那個 我們內在的動機 是很重要 是需要去查驗的 就好比 我自己 本身我是學護理人 然後我畢業了二三十年以上 然後我們這些同學後來 大家就劇情又拜這個 手機有LINE的功能所賜 所以我們就組了一個群組 我們一個同學自從護照畢業之後 他就不務正業了 所謂的不務正業就是 他不在這個護理行業 他去 他一直 他就 每一種行業他就去摸 然後他嫁了那個丈夫 又很喜歡出人頭利 那種的 所以他現在的 跟他丈夫熱心做 所謂的符輪社 符輪社還是獅子會之類的 然後他經常在我們群組裡面 丟的照片是什麼照片 就是 去哪裡孤兒院 去哪裡送一台車 去哪裡幹嘛 然後那個照片 就是我剛剛說的 當你要給人家東西 就等著照相機來照的那種進口 就是他們非常非常的 那個就是 明顯的讓人家知道 他們做了這麼一件事情 可是在基督教信仰裡面 主耶穌告訴我們 左手做的 不要讓右手知道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當我們要了解 耶穌這麼說之前 我們先回到第一節來看 我們都希望做完全人 但是耶穌很快地就說到 你們要小心 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 就不能得你們天賦的賞賜了 難道主 不要我們做善事嗎 我們從原文來看 我們手上幾乎都是和和本 對不對 有沒有人的聖經版本 不是和和本的 和和本的翻譯 這邊是翻譯 像是 可是你們知道 在原文之一 新約的原文是什麼 希臘文 希臘文直接翻成中文 應該是說 不可將你們的義行 坐在別人面前 義行 好 那新一本 有個版本叫新一本 他說 不可在眾人面前 行你們的義 你是不是可以開始了解到 耶穌所說的這個善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舊約有看到 這麼說到 耶和華本為善 那個善是什麼意思 它是良善 美好的 而且是絕對的 那我們 保羅曾經說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 我們有一個身份地位 我們如何得到那個身份地位 我們是義 信 秦 義 對不對 因為神本身是一個義的 位分上面 我們這個罪人 我們怎麼能可以 跟這位義的神 有關係呢 亞當上完就是因為這樣子被趕出伊甸園 所以 組合在 他們跟神中間 他們就變成不義的 但是神的拯救從人犯罪墮落之後 神的拯救計畫就沒有停止 一直到耶穌基督 遮蓋了我們這個罪人的身份 我說身份 因為罪人的本性還是在 他把我們罪人的身份給遮蓋 使我們可以在義的角度上 義的位分上面 與這位神有關係 與這位神有關係 所以對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是因盡成義 我們被稱為義的人 我們生命就要好好的去 完全在神給我們這個義的身份上面 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三章第八節 都是三章第八節有說到 你們要悔改 結出生命的果子 然後與悔改的心相稱 對我們來說 我們生命要不斷的關心 在我們裡面 神給我們的義 把那個義 透過我們順服在祂的話語當中 我們不斷地把生命越發成熟 當我們越發成熟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刻意做什麼 就如同我剛才用成熟的果子來形容 當那個果子越成熟 它的香氣是越濃 然後吃起來越香甜 耶穌在這邊所謂的 和和本翻譯的善事 其實就是指教神的公義 是合乎神旨意、性格、標準的事 如果你生命裡面已經有真實一個 有神的生命在你裡面的感動跟帶領的時候 我覺得你如果這時候還照耶穌所說的 故意叫別人看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想法 就好跑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生命的改變是靠我們自己 不可能對不對 是神的賜福 是神的恩典在我們生命裡面 而我們能夠一直順服 而這個時候我們卻好像 利用了神 加在我們身上有那種 好像被人看見是這個人 很有神的生命 我們卻利用這樣子 又故意去擺在別人的面前 把我所做的事情擺在別人的面前 所以耶穌說 不得神的賢視 而且就是假冒為善 假冒為善 你們要小心 意思就是你們要注意 要留心 在你這個屬主的生命上面 不要在生活中很輕易的 就讓這個事情就好像落到了一個 假冒為善的一個 因著你裡面的動靜 就落入到耶穌眼中的所謂的 假冒為善的事情上面 主耶穌絕對希望我們能夠去行出善 可是老實說 弟兄姐妹你們應該都有聽過 很多人對於宗教的一個概念 通常都會說什麼 宗教都是好的啦 都是勸人為善 有沒有聽過 甚至包括我們自己 甚至包括基督徒可能都會有 因為我們會覺得 對啊耶穌華本為善啊 有時候我們要小心 不要被中文字給牽著走 對我們來說 善是勸不出了 這次我們常常 就是 基督徒常常 有時候在跟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說她有時候 有時候 是 音樂